1979年上映的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 云集了一大批老资格的表演艺术家 下面介绍几位观众比较熟悉的 顾谦饰演的刘迅导长 张仲年的好友 平时喜欢打麻将 还有奇谈怪论 他试图配合特务抓捕学生 因为消息被泄露 大批学生聚集抗议 被迫草草收场 顾谦 1924年出生 宁夏银川人 长春电影制片场演员 代表作《燕阳天凶狠的马小辫》 曹夺客串的坏人 国民党败退前张仲年搞了个二线计划 找了一群同党商量 曹夺演其中的一个 曹夺 1929年至2005年 山东人 上海电影制片场演员 代表作《难忘的战斗》 漏网特务 帐房先生 向梅饰演的史秀英 我地下党员周辅祥被叛徒出卖牺牲后 史秀英接到这个消息 接受了成为刘孝辰新联络人的任务 他在百勒门舞厅 第一次跟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刘孝辰见面 配合刘孝辰干掉了叛徒黄显才和特务组长冷铁心 又在刘孝辰刺商商欲之后联络到了他 向他布置了新的任务 并帮助他取得了新组长张仲年的信任 向梅 1937年出生 河南省龚义人 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代表作 红色娘子军 女战士傅红莲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 九华 我们总得像这样的人学 往进步上赶呢 陈国军 陈国军饰演的特务余云露 国民党保密余特务 他发现刘孝辰出现在保密档案室 枪被打掉后 俩人开始了一场恶斗 由于实力相当 谁也不占上风 但被阿济用枪砸死 陈国军 1953年出生 吉林省长春市人 刘晓庆的前夫 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 后成为导演 指导了电影《大清炮队》 燕琳朗客串的贵妇人 张仲年的牌友 因为装扮太过时尚 不注意还真的很难认出来 这张侧面照片 面部特征比较明显 燕琳朗1932年出生 江苏省南京市人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 代表作《铁刀卫士》 女特务王曼丽 海外来人啦 九十九到底是九经风霜的人物 你三零三案我也是九氧啊 倪正华饰演的保密局 特务组长张仲年 接替被刘孝辰干掉的 冷铁心商任以后 而先是怀疑刘孝辰 或被刘孝辰假冒好友的 侄子蒙蔽 把刘孝辰看作心腹 从上位 一下子提拔成了少校 任命为自己的贴身秘书 自此以后 被刘孝辰牵得鼻子走 一直到刘孝辰 拿到了潜伏特务名单时 他才识破了刘孝辰的身份 但又被地下党老三击毙 倪正华哈尔滨画剧院演员 著名电影演员倪大红的父亲 这是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第二部电影是 《大渡河军伐刘军》 法医对他的伤势进行了查验 张仲年怀疑刘孝辰是自伤 法医认为除非他是个疯子 否则他人开枪的可能性更大 福克 1916年至2004年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县人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 代表作 艳阳天 坏分子马之月 陈书斌饰演的叛徒黄显财 叛变后出卖了周富翔之后 被史修英引蛇出洞前去街头 因为地下党并没有准时赴约 他被张仲年臭训了一顿 急于立功又要提供新材料时 突然认出了刘孝辰 被刘孝辰先下手围墙击毙 陈书斌还为本片主角刘孝辰配音 陈书斌 1932年至2012年 北京世人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 代表作 兵临城下 陛下党员 范国良 报告高三 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 都是由我签证 我要是像您那样 当场就把他抓住了